近日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的小镇许村热闹非凡 当地有100多家工厂从事麻面裙和新中式服装面料生产 几百台提花机同时轰鸣一天就能产出3万多米布料 中国窗帘三分之一在许村 这个这笔小镇因生产织紧缎背面而发迹 后凭借家访产品全国闻名具备深厚的制造基础 张明强在当地经营一家家访工厂 从2003年起至今已有21年时间 2022年互联网上时尚品牌迪奥推出的一条 形式中式麻面裙的新品引发舆论热议 让他嗅到了B样的商机 他告诉记者现在不怕没有订单 自己手里还积压着不少客户的货 只担心产能有限追不上交货时间 年轻的话因为包括我广州市街上的客户 就贴贴策货嘛 那我们的产能也有限 就是来不及来不及做 这拆得忙死了 我们这些汽车奇怪 一百一百二十左右就开始放假的 我就拖到了二十六才放假 其实我现在手上的他们客户爆货 可能在三十万条吧 其实我现在还有新款是没有接受议定的 如果这个新款如果接受议定的话 可能量还很大 张明强称2023年上半年他申请了商标 当年8月货批后迅速建立起制造面料 制作成衣的一条龙生产线 目前他的产业重心在麻面群 他表示作为多年的服装人 他十分看好国潮风 接下来他要深更改领域 以麻面群为契机转做国风系列服装 我这一层基本上都是在做麻面群 我下面一层是做苍联的 就财总的苍联 当然也还在做 因为毕竟一下子收也不行 还有比客户大气要回货什么的 我的重心就会投入到害服这一块 现在我觉得一个是我们国风这个乐别 我觉得会走很多年 他哪怕麻面群过了 他还会国风方向发展 我就做过巴尼服装 而且所以说我也是作为自身的一个服装人吧 其实我也在设计那个 国风系列的上衣啊 十张都在设计的 那我其他的都会设计 如果麻面群这个风会慢慢过去 我可能载到那个国风系列的一个类比吧 伴随国潮兴起 麻面群走上袖掌 走进街头 其精致华美的面料 只有大型提花机能做 老机器便派上了新用场 在许称人看来 产业趋势再次兜了个圈 麻面群爆火之后 当地开始静下心来思考 如何让国潮之风吹得更久 推动传统产业良性迭代 许春正副镇长 马明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们现在需要理性思考 不能让厂商一拥而上跟风 如何延长该阵产业的生命线 才是重中之重 第一个就是引导他们 不能麻木扩张 不能麻木扩张 因为这个风 他自己要思考好 这个事情到底能做多久 第二个我们要走一步 开筛步 现在是麻面群很火 如果说这风吹过来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是不是转向之心中事 或者说其他我的财同财业 我这个核心竞争力 怎么来保持 第三个我们两大百块 我们纺织百块 现在有些转型之为服装灭料 我们的服装百块 这两个企业 怎么样良性的互动 把协同发展 提高核心竞争力 拉长产业线跟生命线 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在旁边的海宁春季 家访博览会上 许村特色麻面群 也是掀起了一阵国潮采购风 海宁中国家访城董事长 殷晓红透露 家访城已和浙江理工大学合作 成立时尚面料创新中心 探索传统面料的时尚化 生活化之路 未来这里也将打造更好的 场景式消费体验 让不管是参展商 采购商 还是消费者 都有更好的获得感 作为我们家访城 作为我们在打造一个面料创新中心 我们就想以这些为切入点 然后在传承基础上创新 怎么样把我们这些资金的面料 然后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然后我们的想法不仅仅是马面群 怎么样让这些 包括我们一些真实的面料 然后利用这种古代的文样 然后怎么样 很好的结合起来 然后更广泛的应用在 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国民的参照当中 那么我觉得 我们要不断的丰富内涵 打造更多的场景式的体验 让消费者也好 让我们的参展商也好 采购商也好 有更好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订阅